欧冠赛场首红,C罗可能禁赛两场缺席站曼联北京时间9月20日凌晨,欧冠小组赛首轮,尤文图斯做客挑战巴伦西亚,上半场第28分钟,C罗突入禁区时,和莫里略碰在了一起,随后对方倒在禁区,C罗疑似拍了对方脑袋一下,随后被当直主踩红牌拔下,而这是C罗欧冠生涯的第一张红牌, 莫名其妙的红牌让C罗几乎含着眼泪离场,在更衣室的通道里显得非常沮丧,这张红牌也是C罗指引生涯的第11张红牌,在此之前C罗从未在欧冠中吃过红牌,从2003年10月的首场欧冠开始,C罗已经出战了154欧冠,但在比赛中吃到红牌,这还是第一次, 而根据欧族联的相关规定,被直红罚出场的球员将停赛两场,这也意味着C罗可能无法重回老特拉福德面对救主 网路 网路